说起十几年前娱乐圈最受欢迎的男星想必大家都会想到陈冠希吧 陈冠希的过去我们无法评论什么 但是她和一些女星的合照依然让大家津津乐道 就连我们的皇后娘娘当年也和她合照过 当时陈冠希的手搭在蔡少芬的肩膀上 神情淡定有点窃喜 不仅如此她还和舒奇这样的女神合过照 不过俩人很有礼貌画面感很亲切 就像一对姐弟 而且陈冠希当时可是范冰冰心中的偶像 两个人合照范眼也是很开心的 这对于一个追星的小女生来说 陈冠希有那么高的颜值谁能不喜欢 就连台湾歌手肖亚轩也和她拍过合照 不得不说陈冠希在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 就连以为人妻的杨颖也有这样的情况 不管当时和陈冠希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但是在丑闻以后就想第一时间删掉吧 毕竟很多事明明没有发生 传着传着就变了味 事实上当年陈冠希这么高的颜值 也在不少的MV出现她的身影 当年她和蔡依林的关系不错 两人多次拍过MV 但是这种合作关系很常见的 毕竟男女搭档干货不累 就算是在娱乐圈也是如此 男女艺人之间的合作是太正常不过了 最后是她和阿娇的合影 后来因为与陈冠希的不雅照片流出 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 从天后到大姐大都被陈冠希的魅力吸引 足见其魅力之大了 不过如今退出娱乐圈的陈冠希 已经书心结婚生子 也希望她可以认真对待家庭 对此你怎么看呢